好继续带你来看到新创基地为了要活化园区内的老旧墙面 特别发起了驻地的创作计划 也邀请艺术家卢俊翰利用将近一周时间 透过油漆以及压克力颜料作为媒材 在园区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结合地景风貌 将原先单调的墙面注入了新生 打造全新网红拍照的打卡景点 艺术家卢俊翰一手拿着水彩币一手拖着调色盘 利用油漆及压克力颜料作为媒材 在墙面上进行挥洒创作 花莲县新创基地为了活化园区内的老旧墙面 在日前特别发起了主地创作计划 特别邀请在地青年艺术家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结合当地的地景风貌 将原先单调的墙面注入新生 而艺术家卢俊翰这次是特别以白日梦系列作为创作主题 然后因为白日梦系列它主要可以展现一些 比较天马行空的创意 然后在驻地创作的时候 我发现这边的空间 还有一些窗框的延续 它可以窗透 所以我在每一个窗框都会有 自己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主要之后会这边会有一些青年创业的进驻 然后我希望想说 搭配他们一些可能在创业上 会有一些想法 一些创意 就是可以像我这个图很缤纷 然后去展现自己的创业的精神 在新的一年里面 徐县长打造了一个新创基地进驻的办公空间 让我们青年朋友们24小时都能够在这边创业的发想 那这里是一个老旧的房舍 透过我们青年的艺术家 然后透过他的创作呢 让我们基地里面活化 也让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能够看到这样子这么活泼 这么有趣的一些的创作跟艺术品 能够有很多创新的养分在这边产生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能够有空呢 都能够到海岸路17号 花莲县政府新创基地来这边打卡来拍照 以及发想 五彩缤纷的彩绘墙面 用任何角度看都充满着青春活力 不管你是要站着拍还是坐着拍 都能得到一张满意照片 只要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以前 新创基地都会开放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留下美好回忆 记者 徐立琴 花莲视报导